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义士 我是于正 OK那开头一样不免书的 要跟大家闲聊一下 闲聊部分就是闲聊 我上礼拜周末五六两天 其实跑了三个御展 这三个御展其实都是 非常厉害的拍卖公司 也是非常古迹型的拍卖公司 就是苏比 傅医师跟保利这三间 他们也是都是刚好同一个时间 他们来到台北 然后都是在信义区这个地方 去举办这个御展 那老听众应该都会知道 御展是什么东西吗 那其实义士还是陆陆续续 都会有续续多多的新听众 那我还是一样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东西是御展 那其实我也是一直推荐 只要有机会 只是只要你是对艺术有兴趣 或是不一定有兴趣 你可能想要投资 或是想要了解一下的 我都非常推荐 你是可以去看拍卖公司的御展 因为拍卖公司的御展 基本上就是免费的 那他还有另外好处就是 他里面的拍品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然后市场上也非常有名 你不一定在美术馆 可以看到的东西 但是他们因为要销售 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 带来到台湾给大家做观赏 那御展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些拍卖公司 他们在拍卖之前 都会把这些作品 拿去一些特定 有收藏群体 有艺术群体 跟这些有消费力群体的地方去做展示 那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加士德 富议司 苏布皮 或是宝利 加德这些拍卖公司 因为他们是 国际型的拍卖公司 所以他们的 亚洲区的据点 基本上都是放在香港 那发现香港有个好处 就是香港 它的税质非常非常的低 基本上可以算是零税率 那对于拍卖这些 都是几百几千万 甚至几亿起跳这些东西 他们非常需要低税率的环境 所以他们都会把总部 跟拍卖 就是他们最后 要拍卖的地方 尽量的放在香港这一个区域 那因为台湾它算是一个 非常收藏量能 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在亚洲这个地方 它算是这个 收藏群体也非常的凝聚 然后其实也非常多大常家 非常多有消费力的人 都是在台湾 就是你不一定有钱人 就有在做收藏 但是很多台湾的有钱人 都有在做收藏 就是它的收藏风气是 行之有年的 非常早期的 所以有很多亚洲区的 应该说亚洲区块的这些 拍卖公司或是sell方 其实在做任何的这些 销售策略的话 基本上都会参考台湾 这边常家的动态 所以这些拍卖公司 也就非常习惯的 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把他们 非常重要的拍品 其实他们拍品非常多 但是他们会截取一些精华 他们当然不可能全部都带过来 他们会截取一些精华 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在台湾 他们觉得会有客人想要看 会有客人想要买的 这些作品 带过来台湾 给台湾的客人做预星观看 所以才叫预展 我刚刚讲 这一次预展 我跑了三个点 也就是三家拍卖公司 我第一个去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刚好我在北拉Vita吃饭 中午那下午我就直接去到这个 傅医师 傅医师他们通常的预展 都是办在北拉Vita的这个 那个什么 艺文展演中心 好像是在B1吧 傅医师这间拍卖公司 他们最主要最特别的 几乎都是以这个当代艺术为主 那当然他们最厉害的部门 是在钟表部门 但是他们的这个 宝石啊或是当代艺术 这些部门其实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也是目前全世界第三大的拍卖公司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间拍卖公司 那他们这一次带来 我比较有印象的作品 应该就是 有史以来来台湾最大的一幅的 李希特双连皮 就是李希特这位艺术家 他的两件 他的一件作品 但是是两张画布拼起来的 非常非常浩大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件作品 基本上应该是会拍到 好几十亿的一个天价 但是这一件作品 他其实是未来会在纽约拍卖 他并不是在香港拍卖的 所以其实我也是 非常感谢傅医师他们愿意 把纽约这么大件 这么难得 在台湾很难得 可以看得到李希特这位艺术家 毕竟他是欧美的艺术家 台湾其实比较少在办 这种国际类型 大腕艺术家的这种展览 所谓李希特的东西 本来就比较少难看到 但是基本上拍卖公司 每年都会带过来 这一次算是带 李希特最大一张来到台湾 傅医师也算是 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不过比较可惜的 这一次傅医师 他们钟表部门 他们跟艺术部门 还有主表部门 是不同的拍卖时间 所以他们的预展 就没有跟艺术部门 放在一起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 看完傅医师 我就直接去到了 苏比的场子 傅医师我刚刚是讲 在北拉维塔 苏比刚好就是在 北拉维塔对面 华南国际会议中心的 地方 我记得他是在二楼 基本上苏比都是会办 在华南国际会议中心 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场子 他们的主场 然后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逛下也是非常的舒服 苏比本身就是国际拍卖公司的龙头之一 苏比跟加斯德这两间拍卖公司 他们就是近百年来 应该说几百年来都是龙头这样子 互长互叠 就是一下谁高 一下谁低 其实两家的牌子都是非常大 也是全世界非常非常著名的拍卖公司 苏比他是比加斯德先拍 通常他们时间都会比加斯德来的提早 所以他们这次就先来到台湾 做预先展览 苏比当然就会比傅医师他们的品项多 非常多了 而且他们带来的完整性也是比较高的 毕竟他是全球的龙头拍卖公司 可能背后的资金 跟他们赚的钱也是比较多 也比较愿意花费这样子的资金跟金钱 在预展上面 他们包括他们的书画部门 古书画部门 还有钟表部门 或者是珠宝部门 或者是现当代艺术的部门 这些全部都有带作品来到台湾 给这些客人去做预先观看 因为我个人的兴趣是比较偏向 19、20世纪这类型的这些艺术家跟艺术品 所以我对于苏比他们的东西的喜爱程度跟印象 当然会印象深刻许多 但也没有孰高孰低 就是没有去分拍卖公司的高低 但就是我自己纯粹的一个个人喜好而已 跟大家讲一下 苏比他们这次带了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莫迪尼亚里 在台湾基本上你很难看到这位艺术家 因为他本身他的作品就已经相对少 几乎都在博物馆里面 但是这一次中国的大常家龙美术馆的刘一谦 他这一次出脱了许多的艺术品 交给苏比去做拍卖 我自己是对于他这个时间点 要去抛售这些非常顶级的艺术品 我都觉得打一个大问号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就是非常冷的一个时间 市场非常不好的一个时间 去卖这些顶级大作 其实可能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系 可能有影响到刘一谦他自己的本业 我自己是这样才 所以这一次来到台湾预展 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刘一谦的作品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这张莫迪尼亚林的肖像 旁边还有一张藤田四肢 弗吉塔的裸女跟一只猫 那一幅画作也是非常顶天 非常顶级的弗吉塔 藤田四肢 我也非常喜欢藤田四肢这一位艺术家 我自己好像有介绍 藤田四肢这一位艺术家 所以在这里也不会多做赘述 那另外就是我还有看到一张赵无极 很久没有在拍卖市场上面看到这种 博物馆等级的这种赵无极 那赵无极如果大家有一点sense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赵无极他最著名的系列 就是甲骨文系列 也就是在抽象画里面融入甲骨文 就是赵无极他的成名之作 所以有很多甲骨文系列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收藏在私人的美术馆 或是国家级的美术馆 包含巴黎 包含纽约 包含什么新加坡 包含一些很大型的美术馆 基本上都会去收藏赵无极的画作 那当然最好是要去收藏到甲骨文时期的 都是最好的啦 那这一次苏比他们就带来了一张 我记得是54年也就是赵无极 他甲骨文初期的一张红色的抽象画 那似乎在甲骨文时期 算是比较偏向中大型的作品 那因为是大红色的嘛 所以放在亚洲做拍卖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 中国的买家 而看是大红色的 就会去把它买回去 也不知道 那这张估价一定是非常非常贵啊 然后他一定也会拍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只要没有流拍的话 因为也很难确定会不会流拍 那这件作品我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那最近其实赵无极 他在杭州有举办一个大展 就是他的回顾展在中国行中 应该算是赵无极他首次 过世之后首次在中国内境里面 去做一个回顾的一个大展 就是世界等级的大展 包含中国他们国家 然后包含法国 包含赵无极基金会 他们也都有去统筹 筹办这一场大展 那其实赵无极 他们有三件刻嘛 就是赵无极 朱德群 吴冠中啦 那以赵无极跟朱德群 他们两位艺术家来讲 基本上都是中国以外的市场 就是他们比较强 那吴冠中 他是因为最后他有回到中国嘛 所以吴冠中 他的市场会在这个中国 会比较强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朱德群跟赵无极 他们两位就是流发了之后 就没有再回去中国了 有再回去 但是没有定居 他们基本上是定居在欧洲 定居在巴黎 定居在瑞士 所以他们两位 他们比较偏向国际盘 吴冠中比较偏向中国盘 但是赵无极 这一次首次在中国举办 这种非常大型的回顾展 会不会带动他在中国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注意跟观察 小道的消息是这样啦 我自己听说的 这都听说的梦见 就是大家听听就好 就是除了中国今年傍晚之外 未来好像也会到 跑到这个新加坡 去举办赵无极的这个回顾展 就是他们动作还挺多的 我觉得赵无极他们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基金会的运作 非常的健全 他们也非常的努力 去把赵无极所有流失在外面的作品 尽量去找回来 然后编列成册 去找那些私人厂家跟他们要这些作品 然后帮他们看这些作品 然后帮他们去鉴定 建议他们怎么保存 然后把他们加入到他们算是基金会所出的这个赵无极全集的图册里面 那这就是一位艺术家他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如果有这个后人或是基金会愿意帮他去做这些事情 愿意去帮他身后去做这些统筹的话 那这位艺术家的市场就非常容易的飙升 或者是很稳定的像赵无极这样一直往上走 就是很容易成为一个市场上面的台积电之类的 那其实喜欢这些1920世纪的这个现当代艺术之外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书画跟古书画 那我有去看了这个古书画区块 他也有带了这个前清万雅籍会长蔡一鸣的这个收藏 包括什么董奇昌啊 或者是文真明啊 这些非常算是这个要怎么讲 这个算是上古神兽等级的这些艺术家了吧 那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其实也都有带来台湾 然后来源也是非常好的这些古书画 那你要玩这些古书画 那基本上你就要看他的来源 看他比方说他有没有注入在哪一些经典之类的 比方说什么石曲宝鸡 或者是什么故宫特刊之类的 或者是你有在那个故宫一些特展里面都有展过的话 这些来源都是非常好的啦 那以书比这些古书画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带来源都还不错啦 那我觉得书画跟古书画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水更深的市场 但也是因为水这么深 所以他现在的估值我是认为相对低啦 就是因为他要做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但是以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多数的厂家不太喜欢去做研究 也比较没有那个时间跟精力下去做 来源上面的研究 所以造就这些比较古老的这些艺术品呢 他的估值会相对低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还是讲啦 就是这些书画或是古书画 就是你不一定是这种龙头拍卖公司 就一定是这个 他们拍的东西就一定是来源非常好 就一定是真的 就是没有这种保证 就是也很常出现就是什么 龙头拍卖公司他们的这个来源并没有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就是因为水比较深 那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做判断 那看完这些艺术品呢 我也有去看这个珠宝钟表啦 那以他们珠宝来看的话 这是最这个最主要的 就是他们带了一颗10亿估价台币10亿的蓝钻 那这个蓝钻我有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哇这个真的是拿起来手会抖啊 的确就是拿在手上 然后看他那个蓝钻的那个光泽啊 那个透度啊 去比对其他的这些钻石来看 就他现场其他的钻石来看 的确是那个刀工啊 切割啊 那些透明度啊 那些净度啊 跟他那个艳彩的那个蓝色啊 真的是非常蓝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大家如果有一点生存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以钻石来看的话 就是蓝色的最贵啊 那他这一次估价 估10亿的这个蓝钻啊 不知道他会拍到几亿 那他们跟加德一样的都是属于中国的拍卖公司 那跟加德就有点像是在中国也就是第一第二名啊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加德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保利啊也是非常强的一间拍卖公司 那他们的品项也是非常多啊 从这个珠宝啊 手表到古书画啊 到一些新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其实也都是有的啊 不过我觉得他们以这个香港这一个点来说的话 他们跟不管是副医师还是苏比比起来 当然会相对弱一些 但是他们在中国市场的话 他们的这个能力啊 跟这个对客人的掌握度啊 跟他们这个或是书画 古书画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比这个 像是副医师来的强啦 或是比苏比来的强 就在中国本地里面的话 那这一次我在这个保利 其实看到几张 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快忘记的一位艺术家 就前几年市场非常好的林寿宇啊 就是都是画非常极简的一个白色画布的一位艺术家 那我看到他几张作品 其实还不错啊 估价也都是还挺吸引人的 其实都可以去看看啊 那我自己是还挺有兴趣的 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以林寿宇这位艺术家 他从那个最高点前面几年 现在已经跌到啊 很多市场都已经不太去理他 跟不必要了 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流标啦 那大家也不要听了 我在讲这些东西 这也不是投资建议啊 也不是你要听了你就要去买 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最好都是要看到 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欣赏 那买回家 那不管多贵 应该说就是你自己有能力去买到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话 你买回家就算赔钱 其实你看了也是会 非常开心的一件艺术品啦 那我觉得那才是比较好的一个 收藏跟投资心态 那我会认为你在这个艺术品 你要去做投资的话 真的是水非常非常的深啦 好啦反正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有预展就去多看看吧 那他们之后啊 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他们的这个官网的资讯啊 那未来有这个预展啊 会在这个台湾出现的话 大家也都可以去看 那如果你们要参与拍卖的话 其实也是关注他们的这个官网啊 自己去找啊 苏比保利夫医师这些啊 其实你输就可以找得到了 那你去参与他们拍卖 未来他们在10月啊 也就是秋天的时候 我们都讲秋拍嘛 每年最盛大的一场拍卖 就是在秋拍 那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如果有想要买的东西 我自己是比较擅长去参与 这种二级市场啊 所以大部分在这种市场 那么低迷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相对忙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可以减便宜啦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做法 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 这个时间点进场之处 我会比较喜欢跟偏好 挑这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相对 没有市场没有那么好的时间点 进去做一个竞标跟入手啦 好那讲完了这个预展 我要来跟大家聊的 就是在前几周吧 就是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R台北啦 他们在10月要举办了这个艺术博览会嘛 在这个南港展览馆 那他们在行前就找我 跟我另外一位算是 也算是Facebook上面的一个KOL吧 他们有一个粉专叫做 子鱼的杜酸哉啦 那他找我们两位呢 一起采访对谈 那我子鱼的杜酸哉 也算是我们私底下 认识了一位老大哥啦 也非常照顾人 所以我也就答应 这一场的这个邀约跟采访了 那其实整体来说 那个采访我认为啦 是非常非常好的 也回答到 就是给我们发挥的那个自由度 是非常非常好的啦 所以我想要在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篇的采访 因为其实他问到蛮多key point 我想要回答在节目中 更详细更描述 更详细的描述给大家啦 那首先他这一篇采访 他当时第一个问的问题是 他说 若新手想开始关注市场和审美潮流 会推荐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就是在问我说 怎么去平常怎么去获取 这些艺术上面的资讯嘛 或者是市场上面的资讯 那我也是这样回答啦 我是跟他说 其实我平常在获取资讯 基本上都是以网路为主啊 我自己是一个宅男啊 所以大家可能会以为 像我这种人应该都是要 常常去逛展览 或是常常去看艺术布囊会 其实我也没有 我没有那么爱讲真的 但是我很多资讯的获取 跟我很多资讯的这个速度 都是以网路为主 那像我平常就是 很常在看这个拍卖公司的官网嘛 或是去看这些拍卖公司的预展 或是看这些艺术布囊会 其实我都会去看 那再来就是我最常 就是更新我的这些艺术资讯 我po在我Facebook的粉串 我都可以很及时的 把它po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会去洗我的演算法 就是我在用Facebook 或是我在用Twitter 或是我在用IG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去关注这些 比方说像是设计类型的 或是艺术类型的 或是市场类型 艺术市场类型的这些东西 包括微信啊 小红书啊这些 其实我都会去关注 所以有很多东西消息 我都会在第一手的资讯 去获取到啊 就基本上 我的这些social media 打开我的版面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艺术为主 尤其像是Twitter 或是小红书 或是微信 我都把它洗成这个 我获取艺术资讯的一个管道 那以国际盘来说 我就会用Twitter 其实很多国际类型的艺术家 或是日本的艺术家 他们都习惯用Twitter 所以我在追踪这些艺术家的时候 我都会用Twitter下去 如果追踪 然后很多消息 我都会滑推的时候 都会第一手 去了解到这个消息 那中国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以抖音小红书 还有微信为主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他问第二个问题 他是问说 收集资讯后 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观点 我的回答是这样 我是跟他说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 就是如果熟知意识 或者是老听众 或是对我认识的人 应该都会知道 其实我在节目中 或是我在我的粉丝专业里面 公开场合 我都不太喜欢去讨论 美感这件事情 我也不太喜欢去评论 审美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台湾的这些 算是道路审美 或是我们的街景审美 的确需要改进 但是比方说 艺术之间的那种文人相亲 我是不喜欢的 我一定有自己的审美 我一定有自己的美感 我一定有自己的喜好 但我不太喜欢 在节目中灌输给大家 那当然 就是我平常都是分享 自己喜欢的东西 跟自己有在关注的东西 所以多多少少 一定都会去置入 我自己个人的喜好跟美感 一定会去影响到大家 但我不会说 我这些东西是一定会 比其他的艺术 或是比其他美感好 我不敢这样讲 一来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然后再来我也不是什么 美学大师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 真的是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在节目中这样去跟大家讲 但是我会认为 艺术史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就很常在 我之前也都有在节目中 跟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在几年前 其实在近几年 Mr. Doodle已经没落了 已经往下掉了 但是在几年前 Mr. Doodle非常非常红 可是如果你了解 20世纪美国的潮流艺术史的话 你就会知道 Mr. Doodle 他基本上就是在超 Kiss Harry Kiss Harry 他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刚开始Mr. Doodle 还很红 还甜一的时候 你去买Mr. Doodle 可能是因为你喜欢Kiss Harry 但是你买不起 所以你去买Mr. Doodle 我觉得这还很合理 但是如果当Mr. Doodle 已经涨到一定的价格 或是跟Kiss Harry 差不多价格的时候 你还是去选择Mr. Doodle的话 我觉得你的逻辑 可能就要转一下了 你干嘛不干脆去买Kiss Harry 就好了 你干嘛不去买Mr. Doodle 致敬的大师Kiss Harry 我就打一个大问号 当然也不是说你是错的 但是有可能你是不了解艺术史 也有可能你就是真正觉得说 Mr. Doodle跟Kiss Harry 真的就是不一样 然后他真的就是比Kiss Harry掉 你真的就是比较喜欢Mr. Doodle 那你要去买 这个我也尊重你 但是我觉得历史的脉络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是个人喜欢 先去用自己的美感 去看这件作品 我喜不喜欢 然后再去研究他的历史 跟基本面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 以这个艺术来讲的话 我都会认为 他算是基本面的东西 然后下一个问题 他是问到 近年看展览成为社交活动 或社群货币 两位是如何看待 台湾审美环境的改变 那我还是先回答我自己的 那我自己是跟他说 就是在台湾 算是在这几年 就是你看我们的social media 不管是IG 或是Facebook 或是其他的抖音 小红书 其实台湾有许许多多的 年轻人 或是有一些热爱艺术的人 或者是你可能 对艺术也没那么热爱 但是你还是喜欢去逛展览 就是他们讲的 就会成为一个社交活动 或是社群货币 就是你要去 就是你没买艺术品 或是你没有那么喜欢艺术 你还是要去看展览 你还是要去打个卡 拍个照这样子 那我认为 其实有很多人我也知道说 他们是看不起这样的文化 或是不喜欢这样的文化 但是我会认为 为什么要去看不起 为什么要去 把这些人拒之于门外呢 我觉得这其实是 把这个市场柄做大的一件好事 虽然这些人 他可能真正的用意 并不是在艺术 他可能也并不一定是消费者 但是他们也可以把 这个圈子的东西推广出去 等于是出圈了 所以我会认为说 其实我们要去接纳这些新形态的 社交活动或是社群货币 之于艺术 那这个圈子才会慢慢的出圈 才会慢慢的被大众接受 所以我会认为这其实并不是负面的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 跟全世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都是战乱 已经非常少的一个年代 大家都不太喜欢打仗 所以在社会安定 社会稳定的情况下 大家有钱有闲的情况下 我们要去追求心灵层面的成长 我们要去追求艺术 我们要去追求美感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也不用去纠结说 你根本不是喜欢艺术 你只是来把它当成社交活动 你只是要来打打卡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鄙视 或者是也不用去排斥这些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帮这些 这一个圈子 艺术这一个圈子 算是推广出去 我都会认为 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都是这些喜欢艺术的 还是不喜欢艺术的 或是你纯粹的只是来 这个打个卡来撑个热度的 其实都是多多益善才是对的 那在下一个问题 大家问两位如何看待 近年审美的改变 是否有因应而调整收藏 那我自己的回答是 其实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 所以每个人 或是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审美概念 跟审美观念 所以是每个时代跟时时 其实这个审美都是在改变的 那如果你是真心喜欢 并不是受到他流行文化影响的话 那我就会去放心喜欢 就是你不用特别去排除说 这个是流行我不要 这个是流行我不要 如果你就真的喜欢Cost 你就真的喜欢Mr.Doodle 你就真的喜欢Banksy 这些流行文化的话 那你就去喜欢 因为那是你真的喜欢的东西 那未来如果这些东西呢 它就算叠价了 它就算没价值了 那是你真心喜欢的东西啊 那你干嘛要去排斥呢 所以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吧 但重点就是你要把喜欢跟投资 去分开来 你要认清楚你喜欢这些东西 是因为它现在贵 它现在是流行 还是你想要投资 你现在想要赚钱 就是你两个要分很开 像我自己也会嘛 就是我投资归投资 比方说好了 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Mr.Doodle 但是我觉得它有利润 它有赚投 那我也会去买啊 那我一定就是买到一个这个年限 就是我收藏到一个年限 我觉得该获利了结了 或者是该出托该逃了 我就赶快把它买掉 就是我不会有任何的信仰 因为我觉得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非常确定说 它就是要拿来赚钱的 但是我自己喜欢 就是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向 这个1920世纪的这些艺术品吧 那有些东西 我可能就是会偏向于 我没有要去做贩售 我没有要去做获利 除非啦 有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价格之外 正常来说 我都不太可能去买那些东西啦 所以我觉得 以这个流行文化下去看 或是审美的改变下去看的话 我觉得比较难影响到我 但是我因为要做节目啊 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还是会实时的去更新这些流行文化跟流行资讯啦 比方说去年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讲NFT这个东西嘛 那当然我还是说 我当时我在讲那些NFT的时候 我还是跟大家讲就是我都有提醒风险啦 而且我也不是在卖NFT 我也没有做项目 而且我也是自己花钱下去玩 那我觉得啊对我来说 我就是透过我用实战的方式 然后我去了解这个市场嘛 我先去参与 然后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分享 所以那时候NFT我也分配一些资金下去买 当然就是以现在结果来看 一定是赔钱嘛 但是我就是分配一个 我赔光也没关系的一个算是资金跟量体下去 做这个配置 我觉得就是花光也没关系啊 赔光也没关系啊 就是这样子透过实战我去了解到这个市场嘛 那我觉得在这个做节目当中 我就会觉得比较有说服力啦 所以我会认为说你要在投资来看的话 他本来就是有赚有赔 所以你要去培养你这个赔钱的信心 就是你要去习惯赔钱嘛 你要去习惯的话 那我觉得在收藏还是投资的路 你就会走得比较心平气和啦 那他下一个问题他是问说 赔钱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刚刚其实也已经回答 赔钱就是非常正常啊 其实你只要能接受任何事情 不管是投资还是收藏 你只要能接受赔钱 其实很多事情你都想得开 那你要怎么接受赔钱 就是你不要花你太多的这个资金占比 在不管是收藏还是投资 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艺术他本来就是 或是收藏 他本来就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差的一个 算是投资或是一个商品吧 我们姑且把它讲成商品啦 不管是艺术还是你要再做投资的话 都是一样的 他的流动性都是非常差 所以你一定要去宽容的去接受赔钱这件事情 不要放太多的资金进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给新手藏家参与阿台配的建议啦 那我自己的建议是 其实你有听这个义士的老听众应该都会知道啦 其实很多我看很多人去逛这个 阿菲尔艺术布兰会的时候 其实都会非常的认真在做各种比较啊 你跟各种团去听各种的这个解说跟资讯 但是我自己是 我会建议不要这样做啦 因为那真的非常非常内 那个做到最后你会内耗自己 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以艺术布兰会来说 他们量体那么大 尤其像阿台北这种动辄 就是几百间画廊起跳 那个你要这么一间一间下去 认真做功课啦 那你考试有那么厉害的话就好了 就是你考试有那么认真就好了嘛 但其实不用这样子 我觉得以艺术来看或是光阿菲尔来看的话 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你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你去生活之余 工作之余 休假之余 你去看个展览 然后你看到喜欢的作品 你再停下来去看 你先看嘛 这个作品你用视觉来看你喜欢 那你就停下来 然后去问这个画廊的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请他去帮你解说 我觉得这才是会比较顺遂 然后就是这个审美你认定了之后 然后你去问这个画廊的工作人员 他跟你解说之后 然后你再回家再去做持续的研究 再去做延伸这样子 然后再去考虑这些东西 要不要买 我觉得这个对于逛博览会 才是比较轻松 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 不然你会逛到非常的 非常的疲惫 跟非常的不轻松 我觉得这个也不要把自己比成这样吧 反正就是心平气和快快乐乐 穿得漂漂亮亮去逛展览 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那他采访的问题也就大概到这里结束啦 OK那这一集 录得有点长 包括前面闲聊的部分 就是我去逛御展的一些心得 还有在这个阿台沛他们采访的心得 顺便讲一下阿台沛他们的这个 2023年总共有145间的画廊 共襄盛举啦 那他们这一次这个 他们的时间是哪时候啊 他们是10月19号到10月23号啦 19号好像是这个预展 贵宾预展时间 19、20 然后公众展售日是在20到23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都去参考阿台沛他们的官网啊 阿台沛2023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啊 这是他们30周年的这个盛会啊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共享盛军 就是我没有意外的话 我也会去啦 大概就是这样 也非常感谢他们这次的采访 好了那这一集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吧 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算是这个podcast的话 那就到这个applepodcast底下啊 给我五星留言加上评价 这个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啦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基本上留在这个applepodcast底下 我都会在节目中回复你的啊 或者是你要在这个facebook底下留言啊 帮我分享啊 我也都是啊 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那这一集节目先聊到这里了 先这样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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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